疫情趋缓 但是旅宿餐饮产业还是面临缺工 协助找人才找工作 新竹县竹北市举办了雇主焦点座谈会 即联合真才 是有10家企业释出了388个职缺 吸引二度就业的妇女 社会新鲜人 还有在学学生都来找工作 仔细聆听职务介绍 不少人都来到劳动部在竹北举办的 雇主焦点座谈会即真才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座谈会 让厂商能够比较知道 就是说在现在的一个环境 然后在用人招募的部分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后来留住人才这样子 国内外疫情趋缓 但包含旅宿餐饮和飞航地勤等产业 还是面临缺工 雇用率低甚至不到6% 为服务业量身打造真才活动 邀请知名饭店 餐饮业者等10家企业 释出388个职缺 吸引二度就业妇女转职换跑道 也有在学学生提前来找饭店兼职工作 为进入职场做准备 因为我都是做外厂职务的 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做外厂职务的 港四点新餐厅的 那个我之前有做过 然后又这么刚好可以接触 我很希望再继续做这种工作 那除了雇主提供的一个薪资之外呢 那政府再补贴 就是如果有录取的部分的话 月薪的话 有关于特定身份推向的部分是1万块 那一般身份的部分的话是6千块 那旅宿业还有一个偏乡的部分的一个给予 那就是额外再加3000块 那额外3000块的部分 那新竹县是以五丰跟兼十乡的职缺为主 座谈会由59位厂商参加 有助优化职场环境 近百人参与真才面试 初步没合力超过6成5 找到理想工作